这个政策如果我是一个员工的话 我会觉得很好 身为一个雇主的话 我会觉得没有那么好 这对年轻夫妇育有一个两岁的女儿 接下来还打算生多一胎 他们觉得陪产假和父母共用的产假增加 对他们还是有不小的帮助 因为母亲刚生育的时候 就可能情绪没有那么稳定 所以可能会需要丈夫的陪伴 有了比较多的陪产假 可能会对母亲比较有帮助 其实是可以安抚母亲的情绪 还有可以帮宝宝更容易适应家庭 虽然如此 两人在2022年生第一胎时 丈夫郑宇恒并没有申请陪产假 她是老板 自己开公司很难请假 我就没有办法 就是拿假来陪她 而且因为手底下有员工 有人 就是我不可能就是拿产假 然后完全就是stop我的工作 然后来陪我的太太 由政府承担的有薪陪产假 在2013年推出时 只有大约四分之一的父亲申请 到了2022年 申请的人数超过一半 但还是有接近一半的父亲 没有申请陪产假 为了让父亲能在育儿方面分担妻子更多的责任 政府将提升现有的父亲陪产假 并增加夫妇共享的产假 目前父亲有四周的陪产假 只有其中两周是强制性的 母亲有16周产假 其中四周可以转让给父亲使用 从明年4月1号起 父亲的四周陪产假将变成强制性 母亲不需要转让产假 夫妻俩共享的产假也将分阶段增加 到了2026年4月1号增加到十周 父母在孩子出生的第一年里 可申请的有心产假将增加到三十周 产假增加会鼓励人们生育吗 我觉得会 因为大多数的家长 他们会想好好照顾孩子 然后他们可以利用这个产假来照顾孩子 所以可以鼓励更多人生小孩 不会 因为我不太喜欢小孩 连不想要也是 也不会 因为这边的生活的需求 那些太高了 生活的那个cost那些都很高 所以也不会想要再生第二个 就算产假给我多几天产假 也不会改变我生不生的那个想法 我觉得应该会鼓励大家年轻人 可以有这个意愿生孩子 否则可能觉得我一个人弄 会很辛苦 从数据上来看确实有思维慢慢地改 而且其实现在应该都是 大多数是双新家庭 现在比较年轻一代的爸爸们 也是很希望有更多时间 可以陪他们的孩子成长的 所以当你有一个比较多的赔产假的话 他们就有更多机会来做这件事情 所以那个固有思维的改变就是 他们看到有更多人拿这个产假 所以他们就可能更有那个动力 也是跟着去拿这个产假 身为一名老板 郑宇恒觉得这对小型企业会造成压力 这个政策如果我是一个员工的话 我会觉得很好 因为我基本上我就不需要上班 但是我薪水找拿 但是如果身为一个雇主的话 我会觉得没有那么好 因为虽然钱不是我们出 是政府在出 但是我们也要顾虑到 因为我们是中小型企业 就不是那种M&C大公司 所以我们的人手是有限的 这个人他拿赔产假 然后剩下的人就要去 takeover他的工作 就要去代替他 承担他的责任 雇主的话 我也不可能因为 我的这个员工A去赔产假 然后我就要请一个临时工 因为毕竟在新加坡的手艺活 手艺工来讲的话 我们要花差不多平均是 然后一个月到两个月的时间 去训练他们 培训他们 所以当这个赔产假的员工回来之后 我这个培训好的人就没有意义了 所以这个不单单只是改变个人的心态 也是改变整个企业 整个经济 对这个国家的这个政策 社会的这个政策 怎么样去补助 比方说孩子们到了小六会考 中四欧水准考试的时候 父母们可能会很紧张 他们需要怎么样去 在工作上做一些调整 来配合他们孩子去年终考试 所以在种种种种种不同方面 都需要做出一些调整 所以那这个不是一个 只是改变一个政策 就可以提倡的 他换几手 我觉得除了生以外 其实养才是最难的部分 我会比较注重就是 之后我的孩子在成长这个阶段 会有什么就是他成长的过程 尤其是一到可能中学 就是宝宝从零岁到十四岁 十四吗 十六岁的这个阶段 我可能会比较着重 总理在演讲中提到 政府会继续建设更多 学前教育中心 并且让学费更负担得起 较低收入家庭将享有更多津贴 政府也正在为 育有多个孩子的大家庭 制定援助计划 详情有望在明年预算案公布